林总还是想买单呢 秦潇贤用6170元 向观众展示了什么叫做得音社的好教养 2021年 秦潇贤录制综艺跑男 同期参与录制的飞行嘉宾 是刚在奥运会上拿了千秋冠军的拱力胶 按照节目组的游戏规则 每轮游戏的最后一名 都要自掏腰包给第一名买单 从第一轮的请吃牛肉面 到第二轮的请吃梨 老秦参加个节目 钱还没挣到手 反倒倒贴出不少 但是观众最意外的 却是在最后一轮游戏中 明明不是最后一名的老秦 却能为了拱力胶 主动认领最后一名 老秦的主动解围 成功打破了拱力胶的尴尬 虽说四位数的开销 对于艺人来说 并不算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但对于运动员拱力胶来说 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别看老秦有着 德云社富二代的称号 但过过苦日子的老秦 深知这几千块钱的重要性 所以老秦才会如此 豪横的潇洒买单 但也正是老秦霸气买单的行为 让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上这位帅气的相认演员 别看老秦在外面霸气十足 但只要在师父面前 那绝对就是妥妥的师宝一位 一边是委屈找师父的徒弟 一边是时刻维护徒弟的长辈 郭老师确实是够崇老秦 毕竟去年跨年演出现场 老秦就在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猛男杂娇 师父你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吗 你大爷就是快乐星球 我要说德云社来着 那再来一遍吧 别再来一遍了 我没了 那走 没事明天还一场风香呢 上一位被老郭如此宠溺的 还是德云一哥月圆鹏了吧 不仅是有师父宠着 作为德云社团宠的老秦 也被一向严厉的蓝副总 默默守护着 给足老秦安全感的轮哥真的帅爆了 有这样的师父和师哥 老秦这向日事业必须一片光明 不过您别看老秦总是被师兄弟宠着 可是一旦老秦放飞自我 那确实也是毫无畏惧 你是真不喜欢蹦迪吗 夜店是我家 我能给蹦唐 梦鹤唐比你帅 对 梦鹤唐 对 谁是德云一哥 还用说吗 从梦鹤唐弟弟到新的德云一哥 老秦算是把自己的新角色安排妥当了 也不知道坐在台下的梦哥 有没有一丝丝后悔 毕竟迟到罚款的时候 梦哥可是多少留了点情面 从七队队员到七队团建赞助商 老秦在德云社的角色还挺多 只是不知道 当老秦彻底带飞鸾副总的时候 师傅郭德纲有没有害怕 毕竟咱这冲着百年老店去的德云社 再这样下去 早晚变成百年蹦跌老店 你喜欢这样的秦潇贤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